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选准新闻 县长林明珍前往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 视察道路灾修附建工程以及编波紧急附建工程 实地了解施工进度以及品质 对于工程进度已达到九成,表达肯定之意 林县长表示灾修附建工程进度超前 沿线部落居民就有安全顺畅的道路返乡过年 县长林明珍在先议员廖文贤林芳瑜 仁爱乡代表会副主席萧传吉 乡名代表吴明德陪同夏 前往头89线30K750公尺处 视察边坡紧急修复工程 林县长表示 这项整修工程总经费约要1055万 目前进度已经达到了九成即将竣工 后续将持续推动沿线破损路面 以及危险折药路段改善工程 让部落的道路更加平稳安全 例行产业道路头报19线30K这个地方 在去远下大雨 这个整个山坡都摊掉了 所以当时县长来勘察的时候 就是希望从道路往上移 再重新开避一条新的道路 就我们工作就县长的指示 这样就重新再开挖一条新的道路 今天整个工程大概都已经完成到90% 它们生下这边坡还没喷浆 因为这个边坡非常的陡 如果不喷浆的话 那个热鼠会继续掉下来 对我们行路 对我们行人或是车辆 会有很大的威胁 恐怕会有非常非常危险性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整个边坡 这边就把它碰浆 另外这边旁边还有一个山沟 这个山沟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再做处理 让我们这条中断的这条 重新附近的这条道路 能够更安全 县议员廖文贤以及林芳瑜同声表示 头89线多年来历经多次的 风灾好与吹残 已经是楼长寸断 是全台路况最差的道路 在县长黎明珍大力整治下 现在沿线路况已经大致有改善 不仅头89线沿线居民交通安全 大大的提升 农产运输也更加便利平稳 对于部落发展 增加沿线居民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这条30K处这个地方 上一次的台风 把这条路全部都崩塌了 县长又另辟了一条道路来施工 现在施工的进度差不多达到90%了 有一些地方相待改善的 让我们县长有特别的指示 希望能够加强的把它顺利的来施工完毕 相信这条道路畅通以后 会给带来我们村民 这个行车的方便安全 更对我们的农产品的因素 对我们这个部落的整个经济的发展 有很大的帮助 现场的这一个路段 它的坡度比较陡峭 山丝比较陡峭 所以在边坡的部分 还需要再改善 但是路面做的相当的不错 我相信可以提供给行人 更安全的一个行车区段 当然有一些设施是需要 看我们地形地雾下去做设计 下去做施设 我相信会更加的稳固这边的地基 也希望说在边坡的部分 我们尽快的来改善它 否则一到下雨天 这个落实还会继续的发生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县府团队 由县长带领我们公务处这边 还有我们的仁爱乡公所 大家都相当的关心 这一条产业道路 更感谢我们协助的相关单位 希望说能够提供给地方 更安全的一条道路 当地居民表示 感谢县政府的协助 两处的灾修工程进度超前 部落族人回家的路 更加安全 更加好走 农产运输也更加的便利 不用担心台风好雨 族人都相当高兴 感谢县政府的用心 记者蔡世奇 仁爱乡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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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